大選結束 吳念珍首都南下高雄 被問到對韓國瑜當選的看法 他這麼說 希望整個台灣跟高雄 高雄是台灣的一個城市 其實所有城市都一樣 不是應該整個台灣的命運吧 應該走向環溶興盛 吳念珍大方表示祝福 雖然在選前他曾在網路直播 表達自己力挺成其邁 但一換家說很喜歡韓國瑜的口號 簡單明瞭 我覺得我蠻欣賞韓國瑜的那種競選的口號 因為很簡單容易記 一個可以管理人的人 說不定就可以管理一堆 可以管理事情的人 就連提到韓國瑜在辯論會上的表現 吳念珍也說還可以接受 對韓國瑜沒有偏見 唯一有意見的只有這件事 要唱夜席的時候 那個發音要注意 因為我當兵的時候是負責起音的 夜席起音不能那麼高 有天看到影像 他們是捷運上唱歌 就是一開始就很高 夜色茫茫 就算理念不同但互相尊重 這和韓國瑜的理念倒是有之一同 我不喜歡任何選舉的過程 用隱藏性的人 甚至人身攻擊 好不容易選戰結束 吳念珍選前替小野打抱不平 但選後也大方祝福韓國瑜 政治歸政治文化歸文化 雙方互相尊重包容 也成了彼此共同的交集和共識 記者廖一志高雄報導